最近在我的YouTube的频道上 就有很多的朋友关心就问 说有这样你拿到你的iPhone X了吗 你什么时候聊一聊你对iPhone X的看法呢 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了 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在10月3日 第一时间在网上预定了一台iPhone X 256G黑色 但是发货的时间提示我是10月21日 大概是两三个礼拜的一个发货的时间 而结果是今天上午 我悄悄的把这个订单给cancel掉了 我取消了我的订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一起聊聊 iPhone X这款手机 首先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情况 我自己对于iPhone这个产品是从iPhone 4 一直以来每一代都使用过 当做日常用的一个手机 一路用过来的 你要讲到iOS设备的话 我从iPad除了iPad Pro这样的产品 我没有用过之外 其他的也都是当做一个日常的平板 iOS设备一路用过来的 对于iPhone X这个产品来讲 我身边有一位同事 他正好是首发入手了 首日就拿到了iPhone X这款手机 平常我有借过来把玩一下 或者专门的借来 在手上多玩两天 这样体验了一下 接下来就要聊一聊 先聊一聊 iPhone X这款手机 究竟我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 那一开始我们先讲结论 我认为iPhone X是目前你在世界上 花钱能够买得到的最精致 最好用的智能手机 没有之一 所以马上来讲一下iPhone X 到底有哪些值得我认为点赞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iPhone X的一个外观 双面的一个玻璃的设计 似乎又回到了iPhone 4那个年代 令人非常惊喜和喜爱 爱不释手的一个外观的设计 而对于整体来讲 细节方面处理的也非常的周到 而在设计上也没有太多累赘的设计 这恐怕也是iPhone历代以来 最近非常大的一个明显 在外观上的提升 整体拿在手上会觉得是一个 非常完整 非常一体化的手机 你会觉得非常高大上 接下来就要讲一下iPhone X的一个屏幕 我觉得对于屏幕 手机屏幕最好的评价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字 舒服 眼睛看着舒服 而iPhone X的屏幕 我这么体验一下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手机的屏幕 舒服的不能再舒服了 你挑不出它的毛病来 下一个要讲的是消失的Home键 当你拿到iPhone X的时候 很明显的一点变化 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变化 就是正面没有了Home键 而在之前的iPhone的产品当中 Home键对iPhone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 而没有了Home键 在iPhone X这次提升 是使用Face ID来取代了Home键 许多需要使用的场景 比如说解锁 当我在解锁的时候 只需要人脸识别 就可以来实现一个解锁 非常的简便 实际的时间当中 你会觉得 哇 之前的Home键解锁 反而显得有点多余了 另外在Home键 我们要回到桌面的时候 原先需要按Home键 或者使用多次击打Home键 这样的方式 而现在你一切只需要 使用屏幕的手势操作 便可以解决原先Home键的 一系列的操作 那在我看来 Home键的消失 这次的取代方式 非常的机智 非常的聪明 也让用户有一种 无缝转换的感受 那也是目前的Home键 全面屏被取消的 最聪明 最容易被大家无缝 使用体验 接受的方式 除了Home键消失了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消失了 那就是Touch ID 对于我自己来说 Touch ID在生活当中 我还挺常用的 无论是我非常高频率 使用的1Password 还是大家可能高频率 使用的像支付宝 包括微信支付等等 Touch ID的一个应用的场景 非常的广泛 而我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用Apple Pay去 比如说Drive Thru 买一杯咖啡 也都会用到Touch ID 过去的使用的话 非常简单 将手放住在Home键这块 指纹识别 就可以解锁来使用一些场景了 而新的方式是看脸的 看一下脸 你就可以来使用Apple Pay了 实际上这样的方式 同样跟前面Home键的消失 是一样值得点赞 因为它又采用了一个 非常机智 非常聪明 非常无缝体验的一个方式 取代了原先的 Touch ID的这么一个功能 由于消失了Home键和消失了Touch ID 这两个消失 就成就了在iPhone X上面 有一个更高屏占比的 全面屏的出现 如果要一句话来评论 iPhone的全面屏的话 屏占比的这么一个漂亮的屏幕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字 美 美 美轮美奂 下边的一个我需要为iPhone X 来喜爱和点赞的地方 是可能你已经猜到了 Portrait Lighting 人像光线 Portrait Lighting 在你拍照的时候 来实现不同的光环境的一个模拟 我想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在功能上 iPhone对于拍照最大的一次尝试和革新了 在它之前我觉得吸引到我 和让拍照变得立刻不一样的 是双摄出现之后的一个 人像背景虚化的功能 而这一次将相机的提升 通过人像光线的这方面的处理 达到了更大的一个跃进 这也是iPhone X非常吸引我 值得我为它点赞的一个功能 最后要为它点赞的一个功能 可能是大家觉得很没有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无线充电 我自己是无线充电的一个爱好者 和无线充电的支持者 早在iPhone 4s iPhone 5的时候 我就开始使用Qi7 这个无线充电的标准的一些 iPhone 4 iPhone 5的无线充电手机壳 来使用无线充电 当然那个时候很麻烦 而现在将笨重的一个壳 完全集中到iPhone的内置 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提升 对于你喜欢和习惯 无线充电的朋友来讲 这还是一个不小的改进 讲了这么多 看的朋友一定要问了 你说iPhone有这么多点赞的原因 你干嘛还取消掉你的订单呢 接下来是我列出来的 我取消掉这个订单的一系列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计算了一笔 我算了一笔账 如果我要卖掉我手上的这一台 256G iPhone 7 Plus的话 我大概能卖回来900加币左右 我再去购买升级这台iPhone X的话 需要1700多加币 中间有个800多块钱的成本 我认为这个升级的成本对我来说 有点太大了 因为我在升级的时候 我要考虑究竟我从这台手机花800多块钱 换来这台手机究竟我这800块钱花在哪儿 我获得的是哪些具体的功能 而800块钱加币是什么概念呢 800块钱加币在加拿大的话 等于我儿子50包帮宝式的取尿片 相当于给我归你买50个芭比娃娃的礼物 又相当于给我自己买1.2台 Xbox One最新出的蝎子的主机 或者是让我的媳妇Elly 这个痛痛快快的逛6次斯福兰 所以这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你必须要考虑一下 你付出的这个升级成本 究竟是要购买哪些功能 第二个原因呢 很简单 我发现如果我从我的iPhone 7 Plus 换到我的iPhone X的话 屏幕实际上变小了 因为如果你对比一下两个屏幕的宽度的话 你就发现你实际上享受到屏幕面积变小了 第三点原因是我认为iPhone X刚刚提到的两个消失 Touch ID跟Home键的消失 它换来的只是操作方式的改变 而并没有让我感觉到有实质意义上的 在iPhone使用的效率和使用的功能上面 有本质的提升 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 到底我这次升级买来的是什么 下一点的原因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也是我今天突然的一个发现 因为今天我跟我的同事说 你把iPhone 9 递给我 我来接过来 当我拿过来的时候 我拿的是这个位置 我发现这台手机非常的滑 非常的顺滑 它上次让我感觉这么顺滑的手机 应该是锤子的T1这台手机 特别滑的手机在日常的使用当中 不是一个优点 它经常让你容易造成非常危险的 要去换屏幕的这么一个境地 所以如果你不去购买一块官方的 或者是比较防滑的手机套的话 你的手机每一个下一秒都可能面临 要去付出一笔维修 屏幕费的这么一个尴尬和危险 所以我也会把它放到缺点之一 下一个原因 是我个人心理上的一个原因 由于我没有买到首日 11月3号拿到iPhone的这种快感 我的感觉上 它让我减少了炫耀的价值 而这一点似乎令我觉得 哦 这台手机真的是1700多块钱加币吗 iPhone X让我感觉 现在似乎太容易买到了 你可以在这那这那 都有很多方式 并不困难的买到这台手机 这样我觉得 我既然不能首日买到 那我似乎什么时候想买了 再去买就好了 我并不面临一个买不到的尴尬 或者说很难买到 很着急的心情 都没有 因此这台手机究竟什么时候买 我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我可以先退掉这台订单 再好好地思考下 我到底要不做不做这个升级 下一个让我犹豫 是否要升级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用的是iPhone 7 Plus 红色的Red Product 这款产品 而换成了这款很普通的 并没有颜色不同的iPhone X 让我觉得好像颜色上我的更换 这次升级我反而要损失掉我之前 选择红色的这么一个个性选择的权利 或者说拥有的要素 所以我也要重新犹豫一下我这次升级的一个可能性 最后一点原因是因为我在想 iPhone 8和iPhone X 也就是iPhone 8跟iPhone X 这两款产品 今后苹果到底怎么去处理 会不会是两条平行的产品线呢 因为iPhone 8可能就像我们所猜测的那样 将来会出iPhone 8S 甚至iPhone 9 甚至iPhone的后边的数字 而iPhone X可能会出iPhone XS 或者出更大屏幕的iPhone X Plus 因为苹果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 它说的都对的这么一个发布会的形式 所以它说屏幕更大更好 你也只能选择屏幕更大更好的这么一个路线 而Tim Cook说 这款手机是代表了未来10年的一个手机 这么一个说法 你也不要轻易的相信 因为不要轻易去相信 在苹果店里边那些穿着苹果T恤的 specialist专家的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记得我在买我的第一台 第一代Apple Watch的时候 穿着蓝色的苹果T恤的那个家伙跟我说 我认为Apple Watch这样的产品 苹果公司在两年之内都不会再出新的替代产品的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 所以也许你在等待个8个月一年 它就出下一代产品了 也未可知 这也是我突然有一点犹豫 所以到底要这次现在升级 iPhone X的一个迟疑的理由 做完这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 我取消掉这台iPhone X的一个订单 属于正确还是错误的决定 不过还好的是 这台手机现在并不难购买得到 只要你想买 总是有办法的 不过做完这个视频 我又夸了它这么多优点 我现在有点迷糊了 因为我突然又觉得 颜值就是正义 这句话也是没有错误的 通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把玩 和这个视频的拍摄 我觉得同事的这台iPhone X在我手里 我也确实觉得它太精致 太好看 太风骚了 那究竟什么时候入手iPhone X呢 我也不知道 观看视频的里 也可以找到你觉得合适的时间 和要不要升级 成为最新的这一代 地球上 你能花钱买到最好的 最精致的这台智能手机 感谢你今天观看我的视频 下一期的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